清朝距离现代社会还是比较近的 仅仅过去了百年左右 但是清朝的发展可谓是跌宕起伏 起初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 赶走了闯王李自成 后来招降了众多明朝将领和还原官员 因此才逐渐建立起来了大清的基业 可是大清朝通过诸位皇帝的治理 渐渐地让国家走向了繁荣 因此百姓们也都十分幸福 可是到了清朝的末期 国家状况不仅适风日下 甚至最后都可以用民不聊生来形容 曾经朝廷官员视察百姓 发现壮汉娶了一位未成年的女子为妾 身高还不够一米四 清朝末期的发展让众人生活的都十分艰苦 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 但从当年留下来的老照片 以及相关文献中记录的内容 终于了解到了当时的情况 可是知道真相后却并不高兴 反而却是为当时的人们感到难过与伤心 清朝本来发展得非常好 尽管时常会有战乱发生 但是却都来自朝廷内部的原因 比如藩王作乱 大臣夺权等等 民间的起义虽然也有 但是并不是因为百姓生活不下去 而是因为身为汉人不甘于被满族人管制 因此才会聚集在一起 准备反清复明 康熙 雍正 乾隆的时期 可谓是大清王朝的巅峰时期 三位皇帝一心为国 勤奋努力 不仅君臣同心 而且还会多次便衣深入民间 去体察民情 回来后总结发现的问题 然后制定相应的策略 因此那时候的百姓生活得非常好 后来渐渐的 清朝的国力开始走向下坡路 但是身为皇帝 却是十分努力地把持着朝政 从而想方设法地 再创造清朝当年的辉煌 直到后来慈禧太后当政 之后清朝彻底衰败了 不仅官员贪污腐败 就连皇族的日常生活 也是奢侈无度 这样就是国库变得日渐空虚 而且慈禧太后 也并不善于治理朝政 她只是喜欢大权在握的感觉 因此整天除了工作之外 便是想着如何享乐 大臣们则是想着 如何在工作中可以中饱私囊 又不让长官发现 更可恶的是 百姓积福遍野的时候 官员仍旧不管百姓死活 十分大胆的敛财 就连军队的费用 也敢私自挪用 从而导致清军的战斗力 大大下降 那时候采取 闭关锁国的政策 因此发展速度缓慢 别的国家已经使用了火器 可是清朝当时 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 清朝末期 还有一点便是鸦片问题 那时候鸦片横行 百姓几乎是人手一套 吸食鸦片的工具 这个东西就像毒药一样 腐蚀着大家的身体和灵魂 而且还是花费昂贵的价格 从国外进口来的 如果放纵下去 不仅清朝的财力大幅度减少 百姓身体状况也会十分虚弱 曾经美国的传奇人物 被大家称之为第一女儿 之所以有这个称呼 是来源于她的父亲 西奥多·罗斯福 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的总统 因此一家人便住在了白宫内 尽管女儿十分聪慧 但却丝毫掩饰不住她的暴脾气 因为她的脾气 所以常常在白宫内淘气 这也让美国人都知道 罗斯福有一位喜欢调皮捣蛋的女儿 长大后的爱丽丝·罗斯福 更是无拘无束 吸烟喝酒 在街上吵吵闹闹 丝毫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和看法 她曾经说过 只喜欢娱乐 其他的都不在乎 后来父亲为了让女儿 少在美国惹是生非 因此特意安排给了她一项任务 就是前往亚洲各个国家交流和体验 不仅可以游览亚洲 还可以增加眼界 开拓事业 最重要的是 可以学到其他国家的思想和文化 从而让自己变得成熟与优秀 于是1905年便抵达了中国 那时候慈禧太后 安排了诸多大臣前去迎接 而接到爱丽丝·罗斯福的时候 便让众人大吃一惊 面前的女子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还穿着艳丽 于是众人先去拜访了慈禧太后 之后开始了在中国地区的游历 在游历的过程中 很多朝中高官的陪同 因此游历的队伍也是十分庞大 为了彰显大清的威严 众人全部乘坐八台大教 出发前也会通知路过和目的地的官员 做好迎接和时速安排等工作 但是在游历的过程中 还是发生了很多奇闻异事 那时候的清朝吸食鸦片的人非常多 可是鸦片在中国并没有 因此只能从外国进口 后来广大百姓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纷纷放弃种植粮食 都开始种植鸦片 这样虽然会暂时提高收益 但是却导致国家粮食储备出现问题 粮食出现了问题 百姓就会吃不饱肚子 再加上有些人吸食鸦片已经成瘾 这就导致恶性循环 最终自己会身体变得非常差 思想也会变得十分懈怠 最后家破人亡 所以当时的清朝 清朝很多男人不娶妻生子 女人也不着急嫁人 大家都抵挡不住鸦片的诱惑 后来为了人口发展 清朝便推出了一项新的制度 男子四十岁 如果没有子嗣的话 可以纳妾 可是在当时的思想 除非家中迫不得已 否则不会让自己的女儿 给别人当妾 因为当妾就意味着身份很低下 在家中也会受到正式的排挤 因此往往小妾在家中 会干很多农活 也会服侍郑氏和丈夫 可是在清朝晚期 百姓也痴迷于鸦片 从而很多家庭都十分窘迫 无奈只好选择 让女儿嫁给别人当妾 因此便有很多女子 在田间地头干农活 她们年纪尚小 有的还未成年 身高也才一米四 但是为了自己的生活 也为了缓解家庭中的生活压力 只好选择这样的道路 清朝本来是十分繁荣的朝代 经过很多位皇帝和大臣的 呕心沥血 才创造出盛事的局面 可是后来清朝官府 出现贪污腐败的情况 因此才导致大清的国力 变得不如从前 后来慈禧太后把持朝政 她并不善于治理国家 因此才会导致清朝晚期的各种衰败 那时候的清朝受到鸦片的侵蚀 和官员们的贪污 以至于民不聊生 甚至出现了乡下的壮汉 娶未成年的少女为妾 身高还不足一米四的场景 当代人可要远离这些危险品 保护好自己 做好运动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 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